在我心情情情 是你的模樣 你的光亮 讓我停止流浪 放掉忘掉所有的光 我們只是愛的瘋狂 在我心情情情 是你的唇印 一輪親密 我沒有主張 好 我已遺忘 那些你曾讓我受的傷 在你心悄悄悄 是他的名字 你的心慌 和我的憂悄傷 愛過連過都變成輕狂 我們只是用愛在說謊 在我心悄悄悄 上世起星浪 告別你我 心中的地方 好 我已遺忘 那些你曾對我說的謊 成功啊 謝謝你 那麼忙還到店裡來幫我搬東西 哪裡沒有關係 不過說真的 我心裡對你真正感激的還是昨天 寶寶要不是因為你 他的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你可以說是我們寶寶的救命恩人 好吧 那這麼嚴重 也是臭巧 其實我也很喜歡寶寶的 他人呢 自在抱著他睡啊 叫睡到天亮 睡得好香啊 沒有事啦 其實我倒比較擔心自在 他又被郭正強騙一次 我想對他傷害一定很大 他會不會想不開鑽牛角尖啊 那倒不會啦 不過難過總是難免的嘛 是 我跟小悠一直欠他 他爺爺也打過電話來給他 我們都告訴他 他之所以會被騙就是因為兄弟太善良 對 現在已經好多了 好 那就好了 其實自在心情那也很開朗 我想很快就把這個事情給忘掉了 這個 成功啊 有一件事情我還是要提醒你 是 你跟自在的事不能夠再拖啦 你看 就是這麼一拖 拖出個郭正強出來 差一點壞的大事 你要是再繼續拖下去 萬一冒出第二個郭正強怎麼辦 我知道 郭媽媽 我又覺得這個事情滿嚴重的 我覺得以前我錯過太多機會了 所以 我已經下定決心 我要跟你自在提出正式的求婚 小小姐 一個人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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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小姐 請問你藥子嗎 咖啡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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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說 你先說 你先說吧 好嗎 我跟妳出來了 那我就先說好了 我 謝謝 小姐 咖啡 謝謝 怎麼每次都這樣 怎麼每次都這樣 說什麼 我 我沒說什麼 姿子 其實 我是想跟你求婚 你怎麼了 沒事 沒事 太燙了 自在 其實我 我是鼓速的勇氣 想了很久 要跟你說這個話 可是這是一句我的真心話 我希望你嫁給我 陳公 你跟我求婚 你有沒有考慮清楚 我當然考慮過了 您問這話什麼意思 如果郭正強沒有來找我之前 我會毫不考慮地答應你 可是現在我 子彩 雖然郭正強出現過 可是你在我的眼睛裡面 永遠都是一樣的 不會因為有任何事情而改變的 沒錯 我跟郭正強十分清白 可是這次的事情 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你一點都不計較嗎 我不計較 你不計較我計較啊 你對我這麼好 這樣對你真的很不公平 不 子彩你不要這麼想 你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我覺得事情 要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郭正強他騙你 是用親戚來騙你 就是因為你有情有義 所以他才能騙得了你 我覺得你應該覺得 你自己很偉大 對不對 子彩 你不要自責太深 我覺得我們可以當 沒有郭正強這個人 過去的一些事情 都沒有發生過好不好 陳公 你的心意我真的很感動 可是我 自然 我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 我看到你第一眼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是會愛上你的 我承認郭正強出現之後 我每天過得都很痛苦 我很後悔 我沒有抓住機會給你求婚 如果你找個嫁給我 也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 我覺得我喪失第一次機會 我不能再喪失第二次機會 萬一將來再跑出個郭正強 那 不會的 不會再有第二個郭正強 那最好 子彩答應我 你嫁給我 我記得都準備好了 來 你戴上 我不願意戴 子彩 不是 陳公你不要誤會 不是我不戴 是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那要到什麼時候 一年以後 一年以後 為什麼呢 陳公 自成我認識你以後 你就一直很照顧我 你對我的感情 我不是不知道 你上進 忠厚踏實 又有愛心 你絕對是個可以 突破終身的人 可是現在你的事業 才剛剛起步 我希望 在我們結婚之前 你能夠將你的事業 接觸打穩 我們再共穿我們的天地 我同意 你意思 是說你答應了 可是 你不要急嘛 我們可以選個好日子 先訂婚 自在 謝謝你答應我 你嫁給我 我發誓 我一定會好好對你的 一輩子都是一樣 百姨江 你對不起 加水一下 好 好 嗨 嗨 嗨 成功啊 怎麼自在地答應嫁給你 是不是 一直不知道 我也怎麼知道 看你這個表情就知道了 用腳底板響都知道 成功啊 你是苦尽甘来 有智者试尽成的 对 走 我请你到外面 大吃一顿去 走 你少来 你又想你醒客我出钱 是不是 老套了 成功拜托你 不要那么小气好不好 你追自在已经追到了 这个呢 请一顿饭 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是换到我啊 别说一顿 就算十顿的我都愿意请 再说呢 我跟龚建也帮了不少忙啊 如果没有我们两个 那个自在的 我跟郭建强飞到美国去了 你还结婚嘞 结个头嘞 你说有道理 这次呢 你们的确帮了不少忙 好 我请你 你想吃什么 成功 你说这句话 真像人话 我想吃 西餐 没问题 来来 面包 牛奶 请你慢慢享用啊 成功 这个叫西餐 对啊 面包是西方传来的食物啊 牛奶也是西方饮料 那牛奶面包不是西餐 还是中餐的 快吃吧你 西餐 各位同仁 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呢 也是我在第一房屋仲介机构 所召开的最后一次的会议 副总你 成功 你先别讲话 听我把话说完 是 第一房屋仲介机构呢 虽然成立也蛮久了 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我 所以 我跟第一房屋仲介机构 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也不想离开 按道理来 说也不应该离开 可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 我考虑了很久 我还是决定离开 可是 副总啊 你离开公司 董事长人又在美国 这个公司谁来领导 是啊 副总 一家不能无主 一国不能无君 你是突然离开 我们公司会群龙无首的 好 我下了一信 纵横房屋仲介十年了 当然有我的长处 我不能因为我的离开 而影响公司的 生意 所以呢 关于人事调动的问题 我做了很好的安排 今天呢 也是叫 要宣布这个 公司新的人事调动命令 副总 我跟你那么多年 您啊 真是天众鹦鹉 自有双全 素得兼备 武士奇参还有 风调雨顺 国太宁安 来 来 我说东西 手笔没塞 你再不会背这个成语大选 不是啦 副总啊 您要离开了 人家舍不得你 心里难过 哎呀呀 来来来 副总啊 他说得一点没错 我们平常相处得那么好 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您这么一走 那我们不是天人有隔了吧 对 拜托肥猫 你不用成语 你就不要乱用好不好 你家姐姐在侮辱中文化 啊 我 我 我说错了吗 哎 哎 肥猫啊 这个天人有隔啊 不适合用在这个场所 嗯 这是预计啊 恭贺结婚的吉祥嘛 哦 对这个夏副总要走啊 我们应该这么说 嗯嗯 哎 副总 哎 你这么一走 我们是痛失阴残 对对 痛失阴残 你都给我闭嘴 我没说错了 坐下 嗯 本公司的问题呢 不是在事 是在你们这几个人 每天在这鬼混 公司不垮都被给你混垮了 肯总 您也不要生气 他们的 我心里很善良 没有恶意的 他们是没有什么恶意啊 他们主要的目的 也不过是希望的 加薪 呃 调生 我这个人做事的 是赏罚分明 并公司分明 所以陈公啊 是 你以后也要这样 是 啊 现在呢 我就要宣布 本公司新的人事命令 有关于副董事长这个职位呢 由必成功接任 也就是代替我 即日生效 啊 啊 我我我我身为副董 谢谢陈公 哎 这不太好吧 我刚才升总经理 你没两天又升副董 会不会太快了 没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 啊 有能力就应该升 你只要好好做 好好做那才行啊 是 我会好好做的 可是 哎呀 你只要好好做就行了 啊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绝对不会错 好好干 是啊 呃 呃 不 不懂 那总经理这职位 公司有没有决定人选 决定了 啊 啊 这不是认识的 谁啊 由必成功接 又是什么 接 什么东西 不到半年延伸三几 说没有特权 这不是特权 这是什么 人家有个好妈妈 现在不对啊 又多了一个好旺财啊 谁叫你自己 交不到那种女朋友嘛 愿什么 要愿啊 愿我们自己的命不好 不是 命好也不能好成这样啊 我们四个 跟必成功 进公司的时间差不多 他连生三次 我们就好像 罗斯福禄的台连大楼一样 田冒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大楼盖得好啊 六级地震 他连动都不动 不是跟我们四个一样吗 好 既然这公司不重视我们呢 我们也不必信向公司了 来来来来 要搞大家一起搞 我们把这公司给搞垮 对 搞垮 搞垮啊 副总 你准备开个什么样的公司 是不是也是房屋重建 不愿是房屋重建 不愿是房屋重建 如果我再做房屋重建的话 那不是跟第一房屋重建 中机构起冲突吗 万一客户被我拉过来 名誉上也不好听 所以我可能会做土地开发 或者是建筑什么 是 副总 那你公司在哪儿 有空我们可以去拜访你 公司名称跟地址 暂时保密 保密啊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我只是自己做点生意 成不成功谁还不知道 所以在没有成功之前 我还是要保密 对我们也保密 对你们也保密 包括我妈妈 也包括你妈妈 副总 自从我妈妈认组卫东之后 你就很少去找她 而且你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积极 我承认 是不是因为她是豪旺财的媳妇 没错 就是因为她是豪旺财的媳妇 副总 你别这么说嘛 那这样的话 我不是更佩服上自在吗 再说好妈妈 从来也没有门地的观念 她没有 我有啊 那你就这么放弃了 那倒不一定 如果我生意做得还不错 有点成绩 可能会回来找她 那万一失败了呢 要是失败的话 那我就不会回来 我也不会见她 老夏向第一房屋中介公司辞职 妈 她真的离开公司了 神经病 这么一把年纪了 换个工作能够找到更好的待遇吗 妈 不必担心了 她既然辞职的话 应该有她的计划了 什么计划 没有听过啊 人算还不如天算 总是这么莽撞 你明天去上班去找她 然后告诉她我有事找她 可是她没有留电话 我怎么找她 怎么会没有留电话呢 你跟陈国两个人是在干什么 既然请她置换 就要把电话留下来嘛 小事都办不好 怎么做大事啊 妈 陈公刚刚打过电话来 她说她跟小悠要她的电话 可是夏不冬不肯给啊 为什么 她说电话要保密啊 她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电话都 你看吧 你就是这样子 事情都不问清楚就要乱骂人 乱骂人 我乱骂谁的啊 我骂到陈公你心疼了是不是 妈 我跟你讲 希希 我觉得夏不冬 是完全为了你 而且还有她说 她如果没有闯陈公的话 她没有脸回来见你 我现在听上去呢就是 拿破仑大厦整个平面图 这个地区总共有两万多平 是个集合式的住宅 今天我们开会呢 主要讨论呢 你们昨天设计的企划书 做得怎么样 毕大哥 你看不见哪叫开会嘛 你一周都要来饭店 你也要统业 天亮 你这 蠢门声 你看看你 天亮了啊 洗床了 我我我我先上厕所 然后刷脸洗脸去 你站住 眉毛脸说错了 发牙洗脸 我刷牙洗脸去 你少啰嗦 这个公司不是你家 刷什么脸洗什么脸 这是公司 对 我忘了我忘了 我以为是我家了 对不起对不起啊 张伟瑞 李怀 丁丁 你们到底要不要上班啊 上上 我不上 上 上 那要上了 要上就好好上 晚上不睡觉 白天到公司来打瞌睡 像什么话呢 不像话 副总 我不像话 马上改啊 改变好 晚上早点睡 是不是呢 副总 昨天晚上我打二十四圈麻将 但是我从今天晚上 你就不再打了 不 我打十六圈 少打八圈 不 既然你这样子呢 我也敢 昨天晚上我跳舞 跳了今天早上六点 我现在 跳了四点就好了 那那那那 我也敢 我今天晚上 不泡牛排 那我闭嘴 你们通通给我闭嘴 你们下班以后要干什么 我管不着 不然去泡牛 跳舞去打麻将 晚上想完 有本事白天就不要打瞌睡 待会儿谁打瞌睡 我就以谁试问 庄瑞 我这样写的文案 写好没有 我昨天打麻将 我忘了写了 李欢 你呢 太五天哪有时间写了 谁猫 你呢 我泡牛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写呢 很好 你们三个都没空写 丁丁 我看你也没写了 报告不动 我写了 你写了 你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讨论一下 报告 我写是写的 可是写的不好 我就给他撕掉了 对 你这不是废话吗 不是等于没写吗 报告不动 我是真的写了 可是我写好心切 你写的不好 我把他撕掉了 你不必 报告 你们四五汉都没写 那我们今天开车会 不是白开吗 大家不要开会了 马上回到你们办公桌上 你给我写 好啊 写就写嘛 要发那么大火干嘛 来 气死我 气死我 真的气死我 毕大哥 我看他们全新冲着你来的 你要小心点 我知道 冲着我就冲着我来 反正 公司我先是副头 我一定撑得下去的 推草 热 谢谢 灵哥 嗯 我看你真的实在很累啊 是啊 是不是夏侯童走了以后 太忙了 夏侯童走之后呢 我是比较忙点 不过我还忙得过来 事业固然重要 我身体要多 谢谢 我知道 可是今天 我本来答应你 带着宝去买几件新衣服 可能我没办法去的 因为待会儿我还要加班 没关系 你忙你的 我叫小悠陪我去 记住啊 不要太累了 我会 为了你们 我会保护我的身体 来 天哪 小悠 都快三点钟 他们怎么都还没来上班呢 他们是来过了 可是他们都在办公室 不能写企划案 一定要到什么咖啡厅 去写才可以的 这像什么话 那要办公室干吗 那到咖啡厅就办公好了嘛 我也这样说啊 可是张伯爷说 他今天转交不出企划来 你说我怎么办呢 一个简单的企划 他都交不出来 真是不像话 毕大哥 不是只有他 他们四个通通交不出来 我看他们都针对你来的了 针对我来我也没办法 现在我的副董 他们不做 我来做 毕童的机构 好 你等一下啊 怎么样 王总经理找你 他说我急事啊 好 喂 是是是 我正想打仗给你 是是是 那跟你期划 我知道 我不在做 不会不会 我不会误事的 您放心 是是是 好好好好 诚公 你不要太累了 现在都十点多 你还不回去啊 明天再写嘛 你回去不准在家夜班哦 我会叫陈荣杰是你的哦 这十分钟你就一定要回去的 嗯 我打带给你啊 好 拜拜 陈冯还在加班呢 对啊 他说明天有个客户 要看企划案 案子很大 他如果不把他做好 他怕别家会把这个生意抢走 对啊 妈 他们四个人见不得 毕大哥身为副董 故意跟他作对 现在的王杰伦又休年假两个礼拜的 整个公司业务都是毕大哥一人在做 他会累垮的 那他怎么行呢 这么大的公司事情他一个人做 那四个人都不管啊 那这样下去的话 公司不是搞垮了 他们就是故意要出毕大哥洋相 毕大哥副董又兼总经理的 公司一垮那当然是毕大哥负责任哦 像这种没有制度的公司啊 让他垮了也好 讲老实话 真的要垮了 让成功到你爷爷公司去做事 随便按一个职务 都会比现在高 管的人也比现在多啊 可是成功说 下不得我把公司交给他 他不能上手不管啊 既然要做他就要把它做好 话是不错 要做要把它做好 可是你像这种公司 这种做法有什么用呢 等到你真的把它做好了 人也被累垮了 等到你两点多了 成功怎么还没进来睡觉 成功怎么还没进来睡觉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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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你不能睡了 要睡到房间里面去睡 成功 起来了 成功 成功 一个简单的企划案 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你们做了五天还没有结果 是怎么回事 副总 我很忙啊 你又忙着打麻将是不是 不 副总 我现在迷上了错鱼 我告诉你啊 你都不知道这错鱼多过瘾啊 看那个鱼在那边挣扎 好了 张国瑞 这是上班时间 我关你错什么鱼 我对你也没兴趣 我只问你 企划案什么时候可以交出来 不一定 什么叫不一定 你说多少时间 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什么叫不一定呢 我要确切的时间表嘛 我心情好就快 我心情不好就慢 我明白了 那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啊 心情好就快 心情不好就慢 是不是 那我问你们 那你们什么时候心情好呢 那不一定 不一定 什么叫不一定嘛 对 好了 副总 我就明说好了 我要调职 调职我心情就好了 好 你说 你想做什么职位 总经理 推广部经理也可以啊 只要是经理 我都可以接受 我也一样 你生 我们不生 哪有心情写什么企划案呢 是 是 是 那你们两个呢 我们两个啊 很简单 我们不仅得要调职了 我们只要加薪 不加薪我们心情就不好 好 我先明白了 你们两个要升官 你们两个要加薪 可以弄清楚吗 加薪升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我还是要报告董事长 由他来决定的 是不是呢 副总 你可以向董事长建议啊 没错 我是可以建议 我看这样的好不好 我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们努力地工作 我可以让大家升官的升官 加庆加薪 怎么样 三个月 三个月 太长了啦 太长了啦 那你说要多久呢 现在就决定 如果不决定呢 那你要不决定 我们继续会心情不好 那我们这次心情不好 会比上一次更严重 对对对对 你们是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 副总 你现在到底决不决定 我已经决定了 为期三个月 你们好好干 就可以升官加薪 不然一切免谈 站住 你们干什么 现在上班时间 你们上哪去 对你来说呢 现在是上班时间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 你已经没有什么 上班下班时间 我们都干 你们通常都要辞职 对 我们不做了 你是天才 你有能力 你爬得高 你升得快 你有背景 你是大哥 那你一个人干 我们不陪你干了 我们看你一个人 能干到几时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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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手不干 毕大哥 我早知道他们有这么一天的 他们是故意逼你啊 我知道他们是故意逼我 而且他们就希望公司早点关门 没关系 小悠 他们不做 我们来做 第一房屋中介机构 你找副总是吧 去哪一家 谁 王总经理 喂 王总 是 你好 我毕成功 是 是 你放心 那个交易已经好了 我待会就给你送过去 是 是 你放心 对 我们已经喝了这么久了 没问题的 我听你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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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不懂 费董电话 好 您放心 我知道了 好 好 好 喂 喂 喂 我没空了 好 再见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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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是说我没空 我有空 是 我跟你讲另外一个电话 张葡芮啊 他不在 李欢 那个案子我知道 李欢他也不在 我知道 我们一直在盯 试试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没有没有 你等一下 我们公司的运转 很正常 没有问题 我会的 我会的 不懂 不懂 是 我知道 张葡芮 他 我晓得 张葡芮他有一件案子 你有兴趣啊 你放心吧 你现在不接的话 他们要毁约啊 好 好的 那我晓得 我拜托 再快些几天 我会给你送过去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再见 再见 喂 喂 听懂 是 是 是 没有 没有 张婚人要自己忙别的案子吗 你放心 我会处理他 是吗 我们工作一直合作这么一块 没有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 您放心 可以 可以 好 我晓得 没有问题 好 好 你不相信 自宅 好香啊 你这个好香是我香还是汤香啊 都 都香 不过呢 我觉得汤比较感兴趣 自宅 你炖那么大锅都给成功一个人喝啊 是啊 你会觉得太多啊 我跟你说 我看过一本书 这个呢 上面写说食补呢 如果太少 对 对身体补不到 太多呢 补过头对身体也不太好 不会啦 我算过了 成功一个人补呢 不多也不少 刚好啊 刚好 你吃这么大锅都给他一个人补啊 对啊 只有他一个人需要补嘛 我的身体很好 我不需要补啊 自 自在 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个人要做大事 立大业呢 有的时候不能只顾到 自己和自己的男朋友 也要照顾一下这个男朋友的亲戚啊 要是呢 做事情呢 只有顾到自己 忽略掉别人的存在呢 我跟你说 这种人呢 是不能做大事 也不能立大业的 我也不想做大事 也不想立大业 现在成功需要补 我就想给他补一补 那 那他一个人补 难道我就不用补吗 你讲了半天原事 你也想补啊 对 陈龙啊 陈公先生是从早忙到晚 你是从早闲到晚 那你还要补 你也不怕补出毛病啊 自 自在 我跟你说 我最近很虚 常常投昏 我常常头痛想昏倒 是啊 投昏你天天闲就当上投昏啊 我跟你说 其实我也不想闲的嘛 我很能干的 你可以跟你爷爷说 替他帮我找个事 我呢 什么事我都能做啊 不用我提 我爷爷已经跟我妈提过你了 他会安排一份工作给你 你放心 你的前途将来无可限量 真的啊 真的啊 拿着我来 放心 是的 陈龙还没回他们 你不要那么纸嘛 对不对 我啊 我的眼望可是看得很远的 我还想做大事立大业呢 怎么 你不想尝尝我的手艺是不是 是 谢谢 谢谢 这 这么晚了 还有谁来啊 陈龚有钥匙的 应该不会是他啊 我去开门 好 陈龚 陈龚 怎么了 陈龚 陈龚 你怎么了 你不是有袋钥匙吗 你怎么自己不开门呢 你没开到我四肢无力啊 我有一点劲儿都没有 你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好不好 来 谁来了 是陈龚 陈龚 他怎么了 他说他人不舒服 四肢无力 哎呀 好烫啊 我看看 真的好烫啊 那可能发发烧了 陈龙 我们赶快送他去医院吧 好 妈 医生怎么说 没有事啊 就是说啊 他平常太操劳了 只要休息就好了 那还好 我店里要结束 很多事情很忙 我要回去 小游也要上班 我看你就跟陈龙在这里照顾他了 妈 你忙你的 我来照顾他就行了 那我先走了 妈 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走 妈 再见 再见 姐 你不要担心 毕大哥要不忍事的 陈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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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不能睡在这里 这里是医院 你发高烧 我跟陈龙送你过来的 这是医院 嗯 现在几点了 陈龚 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八点 我还要上班 你躺着 陈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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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 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再劳累了 对 你先休息 需要休息 不行 我不能休息 我要休息 公司就要休息了 你不知道公司现今没职业了 以后张国瑞他们都辞职了 我以后要他工具处理事情 有小游在吗 对 你要给他处理啊 不行 小游一个人处理不了 那么多事了 你叫我护士来把我这个拔掉 不行 不行 你先躺下好不好 陈大哥 你放心好了 小游不够 我带定你去上班 帮你处理事情 你说什么 你可以代替我 你好好安心养病 我如果去上班 遇到不懂的事情 我就先请教小游 等你休养好了 出院 你再去上班 这也是个办法 陈龙反应很快 我相信他应付得来的 小 小游你觉得陈龙他真的可以吗 陈龙你放心了 有我的就搞定了 绝对的 我怕不人 好 好 小游 那就多帮他一下 你放心毕大哥 我一定会尽力你帮助他 我一定会尽力你帮助他 喂 第一房屋组织机构 王总的 是是是 我找 我找到他马上已经送过去 绝对不耽误不耽误 你放心好了 好好 谢谢好 再见 小游 好 那份器材你找到没有 我忘了放哪里 我找一下 喂 第一房屋组织机构 何不懂啊 是 你找毕副董 你还在等他 你抱歉 对不起 他现在人不舒服 在医院 是是是 那我们约改天好不好 好好好 抱歉 谢谢谢谢 再见 小游啊 那何不懂 说跟成功我约 你怎么没有代替成功 把他回约掉呢 人家还在等他呢 成功又没有跟我讲 喂 第一房屋组织机构 费董啊 这个 毕副董啊 现在出去了 还没回来 什么 谢谢谢谢 你们对男人很满意是吧 好好好 第一房屋组织机构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谢谢 他不在啊 我怎么知道去哪里啊 毕副董也不在啊 你那 这怎么这样那么凶 小游我跟你说 不是忙是真忙 忙得都不知所云啊 尤其这些你看看 什么容积率啦 什么什么时评啦 虚评啦 使用评啦 我到现在一头雾水我根本看不懂 哎 真不知道怎么办 喂 第一房屋组织机构 是 什么 光复北路的房子啊 你待会我看一下好不好 你等一下 光复北路 喂 有 是光复北路三十四平 对 总价是七百八十万 好 你可以过来看 好好好 我等你啊 OK OK 待会见 陈龙啊 光复北路的房子卖掉了 没有吧 那上面还贴的红纸条 怎么会卖掉呢 你搞错了啦 贴了红纸就表示卖掉了 贴了红纸表就卖掉 不会吧 那我们走路上 刚刚在窗户上面贴的红纸条 那房子不是就要卖吗 哎呦 路上跟公司不一样 公司里面贴的红纸表 是卖掉了 啊 那怎么办啊 待会儿人家要来怎么办啊 不是完蛋了吗 不管啦 人来我们就说 有人截图新的满料 就这样 哎哎哎 不错嘛 公司还没倒啊 就是 你们干嘛 哎呦 我们关系老公司嘛 那是老同事 哎 晓晓 毕晨刚呢 听说他立体伪合啊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扫勾勾 成功的身体好得很 哎呦 你不看啊 山之五老虎 猴子称霸王 我看这个第一房屋仲介公司 一代不如一代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第一房屋仲介公司啊 就要小鬼当家了啊 你说什么啊 那他说什么啊 难道连我们俗话自由都没有了 哎 好自由 你叫自由 你跟他讲一讲 什么叫做自由啊 对啊 自由就是不要妨碍他人的自由 所以你们通通跟我回去 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呢 我不欢迎你们啊 你们走啊 那就是我们公司 你拼不到嘛 哎 这哪是你公司啊 你们都已经辞职了 所以这边不是你们公司 通通滚都去 我就不走 看谁敢赶我们 真的不走 走 我就不走 你敢咬我 我是不敢咬你 不过呢 我不咬你可以 我砸你 你耍你 我砸你 我就不走 你敢咬我 我是不敢咬你 不过呢 我不咬你可以 我砸你 你砸你吧 你用暴力 用暴力 对你们这些人呢 不用暴力是不行的 我跟你讲 事为八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面子 你不要面子 不咬你们 我扎死你们 坐坐 坐 别打 别打 你别笑 干什么 怎么笑啊 陈龙 你不要太得意 我们啊 会报复 我会叫你死得恨得干 走 没办法 考验 小哥 我跟你说 我以为他们四个呢 都带着 结果呢 各个都是被哥哥 什么意思啊 又是见你一次 还是有点胖 真的 不过好多了 其实我住院啊 我真的住不下去 想要这种大公司 只交给小游 还有陈龙 我真的不放心 你不要胡思乱想啦 安心的养病嘛 陈龙已经听你三天了 应该很惊悟情况吧 哪那么容易 我们这种行业 必要说三天 有时候三个月都不一定进入了两个状况 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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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没有 陈大哥 小游 真说到你们的 不想要公司的事情能不能处理得了 还有王总的企划案找到没有 要是再找不到 我看合作的计划就会泡汤了 陈龙 你放心好了 找到了 而且呢 我呢 下午把他送过去了 王总看了之后呢 很满意 他还说 蛮好的 我感觉这笔案子应该没问题 应该成交咯 那就好 这个企划案利润很大的 对我们公司帮助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哦 王位 陈龙啊 你怎么了 今天好像很累的样子 你说嘛 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朝九晚九 这不累人才怪 不过呢 借这个机会能够锻炼锻炼身体 也不错吧 对呀 陈龙 可是最重要要注意身体啊 这样累吧 身体累坏可不行 像我这样不是蛮惨的吗 谁像你这样 你呢 是外强中干 我呢 是外强中野强 好了 熬病又犯了 又吹牛 才上几天班就来吹牛 毕大哥 你放心 陈龙啊 现在 做事都很负责也很认真 你呢 就好好的养病吧 我怎么能放心呢 希望他再能干 可是行销计划 市场分析 还有投资评估 还不是都对我来写 他行吗 哎呀 陈龙 你就不要急 有小游跟陈龙两个挺住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 你现在啊 暂时把工作忘掉 好好休息 好不好 我打电话跟他说啊 我说毕成功啊 一手遮天 刚毕自用 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 公司目前的状况啊 就像苏联一样 正在解体 那董事长听了以后好紧张啊 他说他马上回来要彻查 嗯 真的啊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哎 今天的飞机 大概明天就会到了 哦 他一到毕成功就死定了 就是啊 就是嘛 毕成功啊 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 现在公司呢 交给陈龙那个小时在乱整 他懂什么嘛 我们四个人这一走啊 第一房屋中间公司的招牌啊 迟早要毁在他们的手里面 活该 那个毕成功吧 他的勾 我们让他赔得快 喂 是 第一房屋通缉机构 徐总经理是吧 你放心 没有问题 我马上送过去 下礼拜二呢 我派人过去跟你谈 好 我们就约下礼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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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再见 喂 第一房屋中间机构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哪里 新店碧坛附近啊 好好好 我帮你去看看资料 我再马上回电话给你 好 拜拜 喂 是 第一房屋中间机构 你问工地是不是 对 我跟你说 在细致 那 那边有接待小姐 她会接待你的 你放心好了 谢谢你 欢迎你参观 来 谢谢 谢谢 喂 第一房屋中间机构 王董啊 怎么样 那个案子上次我送给你 你还满意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你一通电话 我服务就到 小勇 麻烦你接二线一下 小勇 小勇 麻烦一下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哪里 哪里 不客气 好 我们学时联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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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喂 你好 王先生 你好 对对 就是那一间 一零十五万的 不会太旧了 三年新的 你要搬修啊 没有问题 你学时可以跟我联络 我决定好 决定好的话 对对对 当然 当然 当然欢迎 我们都是做做房 很多的 好 拜拜 上班三个小时啊 十天都没得休息 真是累死了 就是啊 忙得连杯水都不能喝 我倒给你喝 行了 不好意思啊 不要客气了 难不难办法也大一杯啊 试着对你微微笑 你总视而不忽见 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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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又难以抗拒 难以放弃 难以放弃 就算你对我说 别再烦我 你难以靠近 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把心划在 把心划在 写给你的心中 希望偶尔能够见到 你微笑的容颜 你难以靠近 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把心划在 写给你的心中 希望明天能够见到 你灰心的容颜 难以靠近 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把心划在 写给你的心中 希望明天能够见到 你灰心的容颜 我难以抗拒你 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把心划在 写给你的心中 希望明天能够见到 你灰心的容颜